深尋妹被軟禁 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就關起來 對 她被軟禁 各位觀眾朋友 這是什麼死呆 這真的是一個鄉土劇 等一下 我媽媽她還滿妙的 她就說 去國運命拜拜 求福回來給我喝 她可能覺得我動毒味會怎麼樣 她求福水給妳 對… 等一下 這真的是鄉土劇 下半年妳會失戀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又是哪個星座呢 壓力太大 分到揚標 比如說旁邊的人都在反對 或者是妳跟妳的對象之間 妳們的個性不合 妳實在沒有辦法 為他而改變到哪裡去 鼻子給壓力這樣 對 鼻子給壓力 不要在勸我耶 老師 我沒有意外之一 我覺得其實每一條狼魚 也都滿適合妳的 好 那就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是誰 好 妳在下半年會失戀嗎 眼睛張大看仔細囉 只要收看今天的節目 妳就有機會得到 避邪保平安的幸福開運年 機會難得千萬別轉台喔 開放人生好風景 時來運展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建定團 人人都會失戀 不管是誰提出的分手 當失戀來臨時 要怎麼走出失戀的傷痛 就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需要學會的一項課題 失戀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重蹈覆轍 不知反省 只會自怨 自愛 願看愛母對人 在哪裡跌倒 就在哪裡爬起來 多傷幾次 處理感情的能力 才能更圓融成熟 今天我們將從各方面 分析導致失戀的命格 全新的失戀的內容 你不得不看喔 好 現在推出新的專輯了 愛你愛家 你沒要愛啊 對啊 很符合 要結合啊 要分手啊 沒有 這一張呢 很符合今天的主題 對 就是失戀 因為這一張就是給 專門給失戀的人 聽的療傷秘籍 真的喔 對 所以大家可以聽這張專輯呢 有不同的療傷方式 像愛你愛家就是 沒關係不愛你 就愛你愛他到這邊就好了 就算了 你自己的這種 就是說失戀的哲學是什麼 不管是 先這樣講好了 如果你是被人家拒絕的那一方 就是被人家退貨了 好可憐對不對 就你的反應是什麼 可能會覺得很難過吧 然後找朋友出去玩 不要讓自己靜下來 或是待在一個空間裡面 會一直亂想 如果是你甩掉對方 你會不會難過 甩掉對方應該是對方很糟吧 應該不會很難過 對啊 你真的太年輕了 年輕人比較沒有辦法去體會 你知道我們就說 年紀比較 因為某種關係所以 對 你知道因為隨著這個 年紀的增長 然後可能這個經驗 可能這個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素 有的時候 我告訴你們 真的是一句很通俗的話 相愛容易 相處難 我並不是在為我的婚姻 正式 解釋 下一個助角 但是真的 你問華老師 是不是這樣 不會 不會 人家像什麼主持人 因為你都用 因為你都用怕 高壓政策 你不能用高壓政策 你知道現在的那種戀情跟婚姻 您是要彼此溝通 不會不會 謝老師 對 你說是不是 對 一定要彼此溝通 對 謝老師 因為是新來的 比較會隨著主持 對 對 比較海陸一點 不過這也是 黃老師可愛的地方 至少人家願意承認 他就是個大男人 對 有些人的那種大男人的那個因子 是潛在的 對 我就在說你 謝謝老師 就是那種 我頭給她看說 你不要這樣子 那你什麼 好好啊 你過來 討厭 你去呢 好好好 Amy 有一天她突然間 蹦吧 你的婚姻好像 讓你有點心理變態了 我覺得 真的嗎 為什麼 你現在看所有男生 分析一下 好像 所有男生都是有問題的 對 我看沒有一個男生正常 為什麼 心理醫生在哪裡 沒有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人的表象 不代表一切 人不可貌相 人真的要去跟他交往之後 對 相處之後 你才能夠知道說 問題出在哪 還有這個人真實的個性 所以 不要再布我的後塵了 大賽哥沒用 好啦 講那麼多幹什麼 今天要講失戀 那所以 你 像我們真的是 有的時候是真的是 沒有辦法了 可能 在生活上面 一些小細節 然後沒有辦法 繼續相處下去 所以有的時候 即使是甩掉的 內房 就是說 你也會很難過 唐老師會不會這樣 對不對 會啊 也會傷感 對啊 因為我念舊啊 對 曾經有過一段相處 然後為什麼 不如不相遇 就會類似為這種事情 很難過 可是又愛對方 為什麼不要在一起 因為有一些地方不合 她可能沒有談過戀愛 我覺得 我有 她的問題都 就是說 她都沒有辦法 真的了解我們內心 就是說我們這些 有戀愛傷痛的人 請原諒她她是摩羯座 可是我聽過 聽過就是 妳是摩羯座的 對摩羯座 那我們就不要再聊了 沒有摩羯座的 我們是可以原諒妳 對 這兩個摩羯座 就是摩羯座的 不論男女 是 都是木頭人 也不能說木頭人 他們當然也會生情 植物人 不是 妳怎麼這樣 妳怎麼這樣 妳再說一遍 鏡頭照她不是我說的 她說的 她說摩羯座是什麼人 植物人 為什麼 會嗎 我覺得我還好 好啦 妳要轉一下 為什麼 他們在感情上 妳講一下 不然得罪所有的摩羯座的人了 不是 就是 你們的反應就是 比較合理化 你們會覺得說 愛妳的話 就應該常來約妳 不常來約妳 表示她可能就是不愛妳 可是事實上 有時候別人 他可能會有一些心境上的轉變 有一點很細微的心理變化 這一點你們就是 不夠敏感的地方 對… 所以我才說 你們有點像植物人 就是比較不動的那一個 轉得很好 對 她轉的這一段請保留 不然她就完蛋了 她就完蛋了 妳現在正在戀愛中嗎 現在沒有 之前 之前 可是因為家長反對 是家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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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一塊家長 好像鄉頭劇喔 對啊 然後 公司也反對 誰在家長反對 我爸媽 那公司也反對 覺得妳太年輕是不是 對 對方的條件是怎樣 她年紀到我11歲 那不是很穩定很好嗎 可是因為 她們覺得差太多了 我爸媽會覺得 女孩子太小 交男朋友 會覺得不放心 會怕妳 被騙 被騙 然後另外就是 她覺得對方年紀太大了 那妳為什麼願意尊重她們的決定 戀愛畢竟是妳在談啊 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被關起來 OK 她被騙 進櫃 開門喔 這是什麼事實 這真的是一個鄉土劇 等一下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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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被關起來 所以對方聯絡不到妳 然後就這樣失去聯絡 對 就沒有聯絡了 妳會不會難過 非常 她心裡有沒有聯絡下 什麼年代了 有聯絡 可是很少聯絡了 已經慢慢都沒有聯絡了 妳也就這樣 但當時其實妳還是很難過 因為那不是妳的意志力 能夠決定的 對 很難過 那我媽媽她還滿妙的 她就是去佛影片拜拜啊 妳覺得中毒會怎麼樣 她求服水給妳 對 等一下 這真的是鄉土劇 因為有鄉土劇啊 最重要的幾點因素 我解釋給大家聽 我演過戲的 還有我們現在鄉土劇 在台灣這麼盛心 對 一個父母反對 戀情不被祝福 第二個 要給妳 就是說不讓妳 跟妳的男朋友見面 就我把妳關起來 歸起來 歸起來 這是鄉土劇的第二道要求 第三個 妳中邪了 妳被迷倒了 喝浮水 可是那時候 我真的很難過耶 喝浮嗎 真的如果有耶 妳喝下去啦 妳喝啊 我很無奈 對 那妳後來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療傷跟發泄 就 我覺得很老套耶 聽聽音樂啊 看看電視 寫日記之類的 那就還是鄉土劇的那一套 就這樣 好啦沒有啦開玩笑 就妳其實是滿自視的 對 因為我難過的時候 我不會告訴別人 因為我覺得我會傳染給別人 好堅強的摩羯座女性喔 很冷靜啦 因為這麼說 很冷靜 而且就是說還是很清楚 不要看她年紀輕輕 她還是很清楚知道說 不管事件是怎麼樣 問題還是要自己要站起來 沒錯 所以她這個想得很好耶 好 那也許妳沒有像她這麼聰明 也許妳也沒有碰到 就是說 時代有點不符合 現在的那種父母 沒關係 我想堅強她都已經遇到了 對 她已經遇到那種 喝浮水 不還能夠堅強地活到現在 沒有什麼失戀就克服不了了 對 我覺得大家應該 以孫淑妹的例子 我覺得滿好的 我們現在就要來告訴大家 我們的開運調查局 也就是呢 如果你真的失戀了 不管你是甩人家的 或是被甩 我想被甩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們有失戀的重生秘籍 要告訴妳 真的假的 妳們那一家人 真的啊 我沒有騙 可是妳們 雖然我們現在在這邊 開玩笑這樣講 可是我那時候 真的覺得很難過 一定的啊 一定很難過 當然我們現在談笑風聲 就這樣聊開了 覺得說很不可思議 發生在現代 但是那個傷痛 對啊 還有我爸爸非常大男人 等一下 外面怎麼有一個OS進來 失戀 說 失戀 沒有失戀啦 就是很難過啊 想逃走這樣 對啦 會有一點反彈啦 會有一點反彈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說 我還是要提醒所有的父母 就是說管教小朋友 要用比較合理的方式 用溝通 我兒子這樣兩回八個月 你知道我為了要跟他 講一件事情講很久 就我要勸他 穿上褲子再出門 他不願意 他就光狂 你怎麼這樣 因為他就小孩子嘛 他就 就是尿尿完之後 他就不要穿褲子 他就像那個 蠟筆小星 蠟筆小星一樣 就 到處跑 然後他就說 可以 然後 可是你知道 雖然他只有兩歲八個月 我花了十分鐘跟他講道理 你知道啊 你看媽咪 有穿裙子 有穿褲子 你看 阿姨也這樣穿對不對 你看 電視裡面 大家都這樣子穿 他看那個卡通 沒有一個人沒有穿啊 對不對 你看鹹蛋超人他都穿了 你知道 就是 真的你要跟他講 然後他就這樣聽 滿有道理的 那我 不要穿啊 我說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兩歲多的我都用這樣 更何況 生俗妹其實已經是一個 算是成年人了 他也許 一手 一時 會頂嘴 會頂嘴 或是會這樣自己身分 你看過了還是就好 還是要講理 比較有道理 好 我們來看 失戀重生妙招 第一個 認真檢討反省 向朋友吐露心聲 跟朋友聊一聊 對 這個滿重要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有一些人 他是一定要跟別人講 如果他不跟別人講的話 他會悶住 都要很難過 很內心 對 然後就很難過很難過 自願自安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時候旁邊的朋友很重要 拉他一把 對 你很讚 唱歌那麼好聽 KTV沒有你不行 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他選了你是那麼沒福氣 對 趕快出來 我們現在又是單身俱樂部 你知道 這時候就比較 可以幫助你這樣子 就陽光滅一點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 不停的工作 轉移注意力 有的人呢 他就把他的那個傷痛 轉移到工作上面 其實你也有一半是這樣 不能讓他 安靜下來後停下來 因為如果停下來會亂想 對 真的會亂想 所以要趕快工作 然後讓自己忙一點 你知道 唐老師之前那個 很著名的那個 失戀情勢 對啊 他很著名的那個 失戀情勢 就是利用開運調查 開運鑑定團 整個節目來幫他療傷 我們幫助你多久 謝謝你 那整整兩個月吧 對 就固定的 固定的錄影 固定的工作 然後你要投入別人的 案件當中 我怎麼說案件 好像別人犯了什麼案件 就別人的那種 例子 經驗當中 事實上你就 反而就 會比較開朗一點 對不對 對 因為會發電 事實上還有比我更財的人 所以你還沒被關起來 你還沒有被 喝什麼 喝水 你父母也沒反對 對 2號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星座哪些呢 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明天可以讓自己 好好的休息一下 放輕鬆 而且呢 財運或愛情運呢 也是屬於欣賞事成的狀況 所以要好好把握這個好機會 另外一個呢 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朋友 明天感情運特別特別好 你可以度過甜蜜蜜的一天 另外一個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朋友 明天可以度過有效率的一天 因為這個效率 還有這個潛能的發揮呢 可以使別人對你刮目相看 覺得你滿厲害的 好 再來看一下第三 減肥整容改變造型 就是說 把自己變得完全不一樣 更美 更好 會有人會變更稠嗎 不會吧 沒有 有的人 有的人會吃胖 難過的時候就一直吃 有的人會吃胖 然後有的人會驗食症 我看有的更怪 一失戀它帶一個大大的 什麼蝴蝶 蝴蝶幹嘛 就是蝴蝶的造型 撞得很千奇百怪的 也有 紅喔 對 像我 我一失戀有沒有 我的頭髮是枕頭是紅色 就故意就對了 其實有一點類似 就是一舉同工之反 就是說 有的人會故意弄一個什麼 大蝴蝶 對 它在外型上面 有一個很奇怪 它突然間有個打扮 用這個來改變自己說 告訴自己說 自己已經不是以前那個人了 這樣子 真的有人會這樣子 或是剪短頭髮 一下子 其實女生用髮型來 是最容易 最快 像以前有一些女孩子 都留很長的頭髮 對 一下子 怎麼剪短頭髮失戀了 對 很恐怖 這很容易就可以認知 等一下少人都短頭髮 果然變長 對 那很可怕 好 我們來看第四 瘋狂的購物 大吃大喝大玩 大吃大喝大玩 來了 有 絕對有 對 有 用這樣子的發洩 這樣會變胖 會啊 不健康 我覺得失戀之後 讓自己更好 讓那個男生會後悔 看到你旁邊那個 那他鼻 然後前面 以前女朋友這麼漂亮 後悔 所以你是屬於 還是比較陽光面 比較激情的 對 有的人他可能會採取 比較自虐型的 是 我跟你講 我要告訴所有的 觀眾朋友一個重點 對方他不愛你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愛你了 所以你變成什麼樣子 他一點也不在意 你不要以為 你變成那樣子 你受到一點這樣 然後他會為你 你掉下一滴淚 沒有 他就是沒有愛了 所以你要愛你自己 真的 就自己更好 好 我們來看第五 拿出 被胎情人 渡過第一潮集 這個是 賢者也是賢者 不是 而且 還已經有被胎情人 我覺得當然也不見得 是被胎情人 大概就有人陪 那是異性 對 就出入 你會使用這招嗎 會不會 胎情人 也不要說情人 就是說 會不會就約別的異性出去好了 可是其實像我 因為我個性比較難挨手 身邊的朋友 我同學幾乎都是男生 本來就是男生了 對 所以我覺得都OK 沒什麼感覺會這樣子 可是用胎情人 我覺得那個胎情人 好可憐 就是啊 好 我們趕快來請教唐老師 就是說 像一個星座的人 他在失戀之後 他會怎麼樣來 重拾自己的信心 注意看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土象星座 你應該怎麼重建信心 金牛座 秋女座 摩羯座 還有孫鼠妹 也參考一下 功成名就 重建自我 所以有一天 你就是屬於那種 我一定要拿出具體成績來 我要讓你後悔 對 這個後悔的原因就是 你看我是多麼傑出的人 我的學識 我的教養 我的能力 樣樣都凌駕在那些女生之上 已經不是屬於那種 外貌攪好就好了啦 或者是只會甜言蜜語撒嬌 我們土象星座 是不來這一套的 土象星座要用實力來證明 而且呢 在工作當中 你就能夠重建自我 你可以找到你的自信 而且你們本來就是屬於 工作狂行的 所以更適合用這個方法 我們來看 如果你是水象星座 巨蟹座 天蠍座跟雙魚座 那你應該怎麼重建信心呢 令蜜良緣 宗教救贖 好 那好看一點的 這個比較會放電的 那麼你就是屬於那種 可能備胎情人也好啦 趕快去找另外一個朋友 幫你介紹男朋友 或者是多讓自己出去參加 一些社交活動等等 讓下一個男生 或者是下一個朋友 來安慰你 跟你常常出去玩 因為水象星座的人 是不太喜歡單獨一個 因為他真的很容易胡思亂想 每天哭哭啼啼 所以基本上呢 他哭到後來朋友也受不了了 趕快幫他找朋友 大家互相療傷 另外一個就是宗教救贖 這個聽起來滿可怕的 對 不會是做法 讓以前的男朋友再度喜歡 不是 我們所謂的 他說尋求心靈上的 其實就是這樣 一個就是說 你要不就找一個人嫁 另蜜良緣 一個呢 你就是當修女 我跟你講 你是這意思嗎 其實很多水象星座的人 真的會這樣走兩極對不對 對…會有兩極化的傾向 比如說他對感情 真的是失去信心了 可是我聽過人家真的下定決心 要當尼姑 之後打電話去問有沒有 人家說要錢 怎麼知道 當尼姑 要錢 對 當尼姑 沒錢當尼姑 因為你要生活費 要住宿費 要不便宜 不便宜 當尼姑不便宜 什麼意思啊 你要去就可以喔 對 所以我把它繳費的 大家停 等一下 我來釐清這個 當尼姑 不便宜 這是什麼 可是我願意放下一切 而且我要去修行了 然後我要 為什麼我要花錢 我這個廟為什麼要收容你呢 你來要吃啊 對啊 我還有地方住啊 我還要交錢到廟裡 對啊 你要普度眾生啊 還有一些 就是連去掃地啊 做義務啊 都還要錢 看錢 好慘沒錢當尼姑 I tell you Let me tell you 當Sister 當Sister 當修女 修女呢 沒有錢可以當修女 你如果打那個電話說 要錢 再打這個電話 OK No problem 好 從這個水巷 可以講到尼姑要錢 不過我在這裡的 都是你這個宗教救贖害的 不過我在這裡的宗教救贖 並不是叫大家當尼姑 當完尼姑再還俗 其實頭髮流長還滿慢的 對 我所謂宗教救贖呢 就比如說 來參加一些團契啦 對啦 或者是說到這個 有一些禪書 他們上面都會有一些經文啦 可以幫助你度過這一段時間 而且其實有一些 這方面修行的人 他們是很願意幫助你的 是 慢慢的就看淡了這些 否則水巷經常為情所困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火象星座 牡羊座獅子座 帥小座 你又要怎麼走出這個 失戀傷痛呢 這就是獸身美容 東山再起喔 就把自己弄漂亮了是不是 對 火象星座是屬於示威型的 也就是說 我一定要讓我自己漂漂亮亮 他絕對 他如果很邋遢 他讓自己放鬆一陣子 沒有問題 但是絕對不可以讓前男友看見 因為那會留下 我更該甩了你的印象 所以火象星座的自尊性 是不容許的 所以如果他們那個時候 真的是覺得很辛苦 那他可能願意下一點成本 狠狠地去抽脂啦 減肥啦 然後或者是買漂亮的衣服 或打扮得更加的艷利 用這個來每天看鏡子 讓自己發現說 我還是很值得人家愛的 那有一點自戀的火象星座 自然而然就可以慢慢地 用自我催眠的方法 讓自己再重建信心 然後腦子裡想著 前男友看到現在的我 一定後悔莫及 而更加地有活下去的勇氣了 我們來看一下風象星座 雙子座 天秤座 水瓶座 你又要怎麼重建信心呢 拼命充實 關懷他人 其實很多風象星座的人呢 他們就會在這個時候 那太好了 我一個人 我現在有很多的時間 那我就要拼命地充實我自己 也許去考一些證照啦 也許去參加一些團體啦 然後呢 關懷他人當一個義工 其實風象星座 它可以經由把這個注意力 放在別人身上 而忘記了自己的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風象星座 如果你在失戀的時候 就更要讓自己走出人群 要讓自己呢 更積極地去參加一些團體 那麼不管是拿到學位也好 拿到證書也好 失戀說不定是你成長的 另外一個階段 好 請問孫熊妹 你覺得啦 男人喔 他如果真的要跟你提出分手前 他有沒有前兆 看得出來嗎 我之前看過很多電視 我覺得很有道理 你看的是鄉土劇嗎 因為就是 因為如果你看的電視是鄉土劇 我又很怕會吐出一些就是說 很不合時代潮流的方法 沒關係啦 他還只能看電視 開玩笑 就是 他大概會就是 不跟你聯絡 是第一種嘛 然後就是借顧說 我在忙或在哪裡騙你 我覺得這很糟糕 對 我覺得一個男生 他如果開始就是說 有一點點支支烏烏的 就不管他的行為鬼碎 對 然後眼神迷蒙 還有呢 講話就是說 心不在焉 對 心不在焉 我覺得你就要小心 對不對 你就要注意了 好 那我們請問這個黃老師 是不是如果 從我們的夢境裡面 可以去預測到 就是說 什麼樣的夢境 代表你的感情生活 即將要面臨分手 張柏芝為何感情不順 在外格的地方 就支支加一畫 就出現十一畫 這代表他的外緣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方面來說 是滿不錯的 所以他是屬於桃花啦 有人緣啦 所以他其實 張柏芝同事這個演藝工作 是非常合適的 對 很合適 而且可能有很多男孩子 都很喜歡 很喜歡他 對 稍後將為你揭開 風之戀的內幕喔 明白 人好 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那一星座的哪些呢 雙子座 雙子座的朋友 明天要當個老大才行喔 千萬不要把自己 擺在老二的地位喔 所以很多事情 你就必要的時候 扛起責任來 會讓別人覺得你很不錯喔 另外一個呢是巨蟹座 巨蟹座的朋友 明天貴人運非常的好喔 有什麼事情 可以跟長輩請教啦 跟家裡求救啦 相信都可以得到圓滿的答案 另外一個呢 是天秤座 天秤座的朋友 明天可以盡量 讓自己更有效率一點 你會發現事情可以 之前幾天沒有處理好了 明天一次探究一下 全部都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星座哪些呢 天蝎座 天蝎座的朋友 明天其實事情 已經滿不錯了 做得也滿好了 可是你自己心裡 還是不滿意 那這個就沒有人 可以幫得了你囉 所以你要把標準 降低一點 另外一個呢是 摩蟹座 摩蟹座的朋友 明天其實是峰迴路轉 像洗衣機翻滾的一天喔 所以心情時好時壞喔 好 那我們請問這個黃老師 是不是如果從我們的夢境裡面 可以去預測到就是說 什麼樣的夢境代表 你的感情生活 即將要面臨分手 那麼在我們講夢裡面 中國最有名的一本書 叫做《紅螺夢》 整本書叫夢嘛 紅螺 對 紅螺夢 而且就是情愛 整本書就是愛情嘛 那裡面呢 在提到的夢境裡面 就有提到這種分手的事情 我們就有警告的 漂亮喔 然後其中最有名的 叫王熙鳳的夢 就是我們的第一項 聖言結束 其實這是一種就是象徵性的 象徵性就知道 這個好像好的都繁華富貴 大概就要消失掉了 男女之間 或者是好的事情就要結束了 是 下面幾項基本上都是所謂 剛剛提過的象徵性的 你說鴛鴦散去 車輪破損 車輪破掉 對 還有一個叫空中鳥鳴 空中鳥叫也不行啊 因為鳥通常是好的 但是夢裡面你聽不到聲音的 我們一般夢的聲音是感覺的而已 你不可能真的聽到聲音 夢是沒有聲音的 好真實喔 除非是說鄰居在敲鼓啦 吹喇叭 那你聽到在夢裡面 你聽到有這個鼓聲 好像以為你在軍隊行軍 或者在 那個例外 那聽到交響樂團 實際上夢裡面 是應該沒有聲音的 那你經常會覺得有聲音 這就是一種警告警示 好 接下去呢 就是其實是好的 倒過來了 譬如說龍蛇是好的 現在龍蛇殺人 那麼鳥是好的 現在人殺鳥 或者還有一種警告 對 就你去殺那個捉到鳥來殺 你本來夢到鳥好 第一個你聽到那個鳥叫 有聲音就不好了 然後結果你還把那鳥殺掉 或是那鳥會來 就是動物會來傷害你什麼的 都是不好的 再下去就算命 在夢裡面找人算命 就是一個警告嘛 可是黃老師 在夢裡面找人算命 比較算的 就是比較算的 因為不用錢 對 但是先主下意識的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擔心的事情發生 你夢裡面才會出現 像這樣的事情 就好 你們如果呢 就是說觀眾朋友 如果呢 不小心的晚上做夢 夢到唐力琪 你就是要跟你的 另外一半分手囉 那是這樣 我算命不會 夢你找我生命才會 對 你也很迷信耶 他很怕說 從此沒有生意還是怎樣 幹嘛 你又沒在幫人家算 你怕什麼 對啊 但是不可以破壞形象 對 形象很重要 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夢裡找人算命 好 那最後當然就是 妻妾不能相罵相吵 代表可能有這種象徵性的 要離開 好 請問一下 四十位 你覺得 一個人他就是說 他不斷地失戀 就是他這個人是註定他命不好 還是他的個性是 我覺得都有關係耶 個性最重要 因為如果你交十個男朋友 十個男朋友都說你不好的話 我相信 那你真的就要檢討自己 對啊 可是如果是 那男朋友都甩掉你 或者是 他們感覺怪怪的 大家都說你好 只有那些男朋友說你不好 那可是那些男生 有問題 對 我們知道 當然這個新聞事件 這個風之戀 然後 謝霆風跟這個 霆風戀 都比較 就說 吵得這樣子 風風雨雨的 一下這樣一下那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聊一聊 就是說 真的 在這個整個事件當中 如果我們從那個姓名學 名字裡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 就是說整個事件 真正的受害者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事件受害者到底是誰 對不對 只是 好像 參考 好像 謝霆風又回到王妃的身邊 那張博之現在是 還是一個人 那他算不算受害者 從他這個姓名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嗎 就是說 一個人的姓名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注定他的感情 比較波折 事實上我們如果說 就張博之來講 他的幾段感情也是比較 來得快去得快 然後也是大家比較感覺 撲朔迷離的 那從名字裡面 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他比較容易 被人家放傘 那我待會兒要算一下 你當然要 你是要被算說 不是放傘 被關起來 不是 下一次要關多久 你知道嗎 很勞異之災 好 他滿認命的 我覺得他很認命 他真的很認命 算是關兩年 如果關兩個月 就會很收銷 對 好 那我們這邊來看 我們還是以張博之 這三個字來看 那人格就是第一個字 加第二個字出來的筆畫 這邊看到的是二十畫 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夫妻的緣分 就比較波 你不然他這個頭腦很好 對 然後而且他其實志氣也很大 他也希望做得很好 但是這個有時候 不光只是靠個人努力 有時候這個夫妻的緣分薄 那當然就是 即使是男女交往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所謂的夫妻緣分薄 就是說謝老師也是提醒大家 包括戀情 在談戀愛的時候 都算是男女之間的這個 情分會比較薄 對 情分都會比較薄一點 好 然後你也發現 他的第一個也是薄 加上志這個組合裡頭 又出現了十九畫 也是夫妻的緣分薄 而且呢 或談戀愛呢 無疾而終 最後又無疾而終 對啊 所以你會發現 他在人格地格 幾乎都是出現這個緣分 都比較薄的情緒 是 然後再來呢 在外格的地方 就志字加一畫 就出現十一畫 這代表他的外緣 有可能工作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方面來說 是滿不錯的 所以他是屬於桃花啦 有人緣啦 所以他其實 張博之從事這個演藝工作 是非常合適的 對 很合適 而且可能有很多男孩子 都很喜歡 很喜歡他 對 然後總筆畫 張博之三個組合起來 居然出現三十畫 三十畫其實他不是一個 很好的組合 但是對藝人來說 他是滿適合做藝人的 三十畫 滿適合做藝人 對 他是屬於浮沉不定 屬於浮貧之命 那一般來說 藝人來說 像在古代來說 他們會認為說 比如說像唱歌仔戲 因為早期的藝人 可能就比較沒有下去 到處走唱啦 對 就是說會比較漂泊一點 對 而且本來在演藝圈裡面的工作 就是來來去去 起起伏伏的 對 所以他可能就 剛好就符合 他是這個工作 就三十畫女生就OK 所以他這種組合上面來說 他就是等於浮貧之命 還是換一個角度來說 扶貧比較沒辦法扎根 那既然沒辦法扎根 當然在感情上面 沒有家庭對不對 對 完全要定下來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我們知道 當然這個 謝霆峰 不斷地被傳訊 對 連那個 其實我覺得我真的要講一句話 他也滿可憐的 年紀輕輕的 沒事有記者去這樣子去 拍他拍那麼近 撞他 撞他 受傷 然後又要人家 現在又要來告他 他就很倒楣 那跟他的名字有沒有關係 就是說一個人 是不是他是非不斷 或是他官司不斷 或是他 他就是衰事連連 可以從名字裡面看出來嗎 像謝霆峰 第一個字呢 加第二個字 這個人格的地方出現三十二畫 其實它是屬於貴人帶財運 所以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事實上很多人在幫他 貴人帶財 對 它事實上很多人在幫他 只是說 有時候你多賺到錢 有時候可能要想辦法去幫助別人 那可以讓他的這個好的運 可以比較持續增長 那第二個呢 在第一個停字加封字的地方 出現了這個浮沉不定 叫做浮沉浮貧之運 這個部分呢 又是那個演藝人員的那個命 對 也是屬於比較屬於演藝人員這方面 可是我們換個角度來說 一樣喔 這個練情方面也是一樣 我講浮沉比較不容易扎根 所以有時候它這個練情有時候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定就對了 嗯 然後在外格方面 風字呢 加一畫呢 等於十六畫 這屬於也是貴人喔 而且它的外源也比較好 又屬於名利雙收型的 對 所以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欸 貴人貴人 又重複就再出現了 對 然後最後呢 總格謝霆峰 三個字加起來是四七畫 也是有貴人柱 而且事業開花 所以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不管到任何地方 可能無形中的貴人都很多 所以它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 一下子就跳脫出來 可是換個角度來說 所謂的峰 比如說刀峰 劍峰 本來就是一個很邊邊的一個部分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本來就是比較容易傷人的部分 哦 峰啊 是因為峰這個字 然後停字呢 停字這個地方是錯字旁 錯字旁在古代來說 錯字就是走路的走 但是 那古代來說這個是走路 行車跑來跑去 那古代來說是代表馬車 所以代表說你可能馬車方面 你在跑來跑去的過程裡頭 也需要稍微注意 可是呢 在現代來說的話 不管你騎車開車 就必須要稍微小心 好 其實你這邊稍微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兩個人 在這個位置 都有出現三十 是 所以表示他們兩個之前 談那一段戀情 一定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覺得 可能很多際遇方面 很相似 對 相似 對 所以欣欣相惜這樣 對 其實他們不管年紀也好 他們的資歷 快速竄紅 對 都很合啊 所以他們會有那樣子的感覺 對 好 請教一下水準妹 你能夠接受那種情人 已經分手之後 又回來找你炒一下飯 我覺得這樣很糟耶 真的沒辦法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不相愛的話 然後又這樣子 我覺得蠻不道德的 那我們現在要先請教 這個黃老師 就是說 什麼樣的人 他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或觀察出來 分手之後 還可以當飯友 我們來吃一下炒飯 對 你看情人分手後 人事飯有嗎 結婚線 結婚線通常也代表一個 男女的性態度 性方面的這種關係 所以它是非常的亂 第二個呢 就是手腕線這個交叉起來 這種代表它的在天生在床上方面 比較淫蕩一點的 所以有鼻鼻的 老師講話好直接喔 淫蕩 明天8月2號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下以前星座哪些呢 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遇到有人 跟你特別作對喔 然後他也故意阻斷你的好機會 或者是直接來跟你用搶的喔 那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要老實不客氣 不過要先問問自己 今天運氣好不好 如果運氣不夠好 明天還是要低調一點喔 另外一個星座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 你可能會面臨這個狀況 來跟你挑戰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出頭 去幫那個隊的人說說話 如果你覺得應該要 可是事實上呢 全部的人都來跟你反對的話 你是不是會很悶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打雷閃電星座哪些呢 猛羊座 猛羊座的朋友 明天人家可能會有 瞧不起你的傾向 覺得你就是年輕人嘛 覺得你就是沒有用嘛 覺得你就是沒分量嘛 這個時候 你可千萬不要真的就 很生氣的跟他挑戰 因為這樣好像真的證明 你是個衝動的年輕人喔 另外一個是 出米座 出米座的朋友 明天注意一下身體健康喔 度過了一個禮拜的愉快之後呢 最後如果是用生病來收場 當然是頗好的 所以注意一下飲食方面 特別要注意 不能吃不衛生的東西喔 今天要先請教這個黃老師 就是說 什麼樣的人 他呢 你可以看出來或觀察出來 分手之後 還可以當飯友兒 我們來吃一下炒飯 比如說我現在講的第一種 第一種是 他拋棄對方 拋棄對方 覺得要安慰對方 對方還有需要嗎 就繼續跟他炒飯 這是這一種狀況 這種狀況呢 就表示說他手遇非人 遇到對方 對方離開了還要炒 這就是感情線會出現 這麼亂的狀況 這種倒紋啊 或者是往下的分擦 第二種狀況是不一樣 反正離開了還是朋友嘛 朋友在一起也可以炒啊 對不對 或者說他很喜歡炒 繼續炒 這個就不在乎跟什麼人啊 這是第二種的 所以他分了手 還可以再繼續做飯友的 就是結婚線 結婚線通常也代表一個 男女的性態度 性方面的這種關係 所以它是非常的亂 第二個呢 就是手腕線這個交叉起來 這種代表他的在天生 在床上方面比較淫蕩一點的 喔 老師講話好直接喔 淫蕩 第三種狀況是這樣 兩個分手了 分手他覺得 我是不是可以再傳這個 對不起 床上的這個表現 能夠把它挽回他的心 對 有人會有這個原因 有人會覺得說 好他可能是一時的 這個受外界的迷惑 沒關係 我只要讓他找回我們 當初炒飯的那樣子的感覺 他可能還會再回頭來找我 有人會這樣 對 他就是他很有自信 對 我的表現很好 這一方面他的生命線 和這個手腕線 表示他體裂很好 然後呢 這個手腕線這裡 代表他技巧也不錯 是 再下去呢 是他的智慧線 略略往上 是自信的 很有自信 我說我可以 再表現幾次給你看 你會回頭 最後一種是小女人的 他被拋棄了 拋棄了對方有時候 還繼續來找他吵 他覺得我可以無怨無悔 繼續的我付出 說不定他還是會回頭 這兩種回頭不同 對 所以完全說我付出 他不一定喜歡 像這幾種狀況 是不同的狀況 他可以繼續跟人家吵 那男女生是看左手右手 我的意思是 兩隻手都有的話 準確性比較高 都要參考 兩隻手如果剛好都有 就對準了 請教師淑妹 如果你要跟一個男生分手 你會怎麼做 你會提 還是你會用什麼樣的行為 讓對方 我覺得會讓他淡掉吧 不要傷害對方 然後盡量 假如說每天通電話的話 以前 那現在就可能三天 或一個禮拜 然後慢慢開始讓他淡掉 好 那我們要請教黃老師 如果有些人很白白 你慢慢梳理 他還是不了解 他就是不懂 那我們也不希望 就是 造成一些社會事件 或者太直接什麼 那面對不同的情人 我們要怎麼去觀察他 我們應該怎麼樣提分手 其實比較有效 我們這幾種看法 第一個是看鼻子大的 他鼻子很大 這麼大喔 好不大喔 就只是比喻而已 這個人是誰啊 武官的特性呢 他鼻子大通常是 他很重視金錢嘛 第二個他人也滿自大 所以這種你要跟他提分手的話 我想是不是可以 講話可能要低聲下氣 然後帳目要跟他算清楚 例如說以前我們一起買的車子 對 分親都還他 要喊他 對 我們現在最大的目標就是說 希望不要使用暴力 是 能夠和平的分手 對 那麼他這種鼻子大當然 錢方面很重要 不要跟他交出庭 欠他的還是應該要還 對 好 第二種是鼻子非常小 真小 鼻子小的通常比較自卑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給他提分手呢 你要跟他講 愛於命運 對 無能為力 就算命先生說的啦 算命先生說 因為他比較迷信對不對 對 真的 真的 我們真的無可奈何 鼻子小的 鼻子小的鼻子太讚了 不是說命運 他比較接受命運 比較接受命運 他比較接受命運 就是說真的不合 逆來順受 對 你的姓名比畫 跟我姓名比畫都不好 然後就是說 你的心臟跟我的心臟也不好 然後你的鼻子那麼小 我的鼻子那麼大 完全 用這個 對方也就認了 對 這下去是嘴巴很大的 嘴巴很大的 他比較誇張 比較喜歡說大話 然後當然自尊也很強 這時候我的建議 你要跟他分手的話 可以跟他講 我們是 我是高攀不上妳的 而且好賊喔 最賊的就是這樣子 認甘兄妹的有沒有 對不對 甘姐弟就是說 我真的高攀不上妳 我覺得妳 應該還可以有更好的人 跟妳在一起 那 我願意當妳的妹妹來 就是我聽妳的 或是我就是跟著妳 照顧妳就好了 可是妳要不要去 就是交別女朋友的那種 故意把它支開這樣子 這下去是嘴巴對方很小 嘴巴小通常比較保守 比較小氣 那我們要怎麼跟他分手呢 這是我的建議 我們表示自己也很消極退縮 我跟妳分開真的是未來沒有 因為不能有幸福 假裝自己也很痛苦 因為沒有未來 所以我痛苦一聲 因為妳不會死 我不會怎麼樣 就來自中國就對了 這就是眼睛大的 眼睛很大 平常他比較 說起來的話 他心緒比較不穩定 愛一個之後 他可以再愛一個 比較容易換對象 所以這是我的建議 你可以這樣子 介紹別人給他 然後給他也很大的面子 好 最後這是最難搞的 眼睛小的 他眼睛小的人很精明 對 而且會記憾 對 怕會傷人傷疾 這種實在很困難 可以說妳可以 所有的招式妳都想辦法 同時綜合應用想看看 融會貫通一下 要因事置疑 要妳要調作俱假 想辦法一把 想各種辦法去 那我們要趕快來請教唐老師 當然我們也希望做 每一個人的戀愛都平平順順的 都不要說誰甩誰 那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三個星座的人當中 在下半年的戀愛運 就是說比較算不好的 有可能會被人家提分手的 那要不要 要注意一下 還提醒大家 我們排一下星座排行榜 下半年 下半年 妳現在還預防還來急 好不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 第三名 比較容易失戀的是誰呢 比其硬撐不如都很痛 我們撐在這裡幹什麼 有時候感情已經變質了 那幹嘛還要維持那個 譬如名不符實的一個感情呢 那不如我們就是讓它趕快結束 對 愛妳愛好家 對 妳自己也要看開一點 因為還要打 沒有打到這裡 愛妳愛到家 她冷不防地丟一句 然後我們會想 妳在家 妳在家 我想淑妹的預感是滿準的 因為就是她 怎麼這樣 就是妳愛妳愛在家 愛在家 好…所以妳就是第三名 注意一下 好可憐喔 就已經沒有人愛了 沒有 妳就像妳剛剛講的 妳就這次問妳爸媽 妳這次要關我多久就好了 妳有心理準備 因為反正會發生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又是哪個星座呢 壓力太大分到揚彪 譬如說旁邊的人都在反對 或者是妳跟妳的對象之間 妳們的個性不合 妳實在沒有辦法 為他而改變到哪裡去 彼此給壓力這樣 對 彼此給壓力 不要再勸我耶 小老師 我沒有意外之音 我覺得其實每條狼女 都滿新的 好 那就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是誰 好 水瓶座的 小心了 對 水瓶座的朋友可能 在下半年的時候 運勢啊 算是說 事業比較忙一點啦 所以也許另外一半會抱怨說 妳比較不關心她等等 這種壓力會滿大的 跟你提分手 妳也不要太壓抑 所以盡量關心對方一下 我們來看第一名 比較容易被提分手的又是誰呢 好可憐 是哪一個 環境變化 身不由己啊 歸類到命運去啦 也許我要到對岸發展啊 也許我要出國念書啊 也許我被調職啊 就這樣子兩個人相隔兩地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 我就是沒有辦法照顧到妳 久而久之感情就斷掉了 我就只好跟你說拜拜 這個人是誰啊 那就是 射手座 射手座被人家說拜拜 應該滿高興的吧 我告訴妳 射手座是這樣 他跟人家說拜拜是很高興 可是如果是他被人家說拜拜 他會有點想不通 對 他會鑽牛角尖 不行 就是說他不能夠被拒絕 或是被斷掉分手 但他可以主動提出來 對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用那種 介紹朋友給他啦 或者是他放心 可是等到他也放到國外去 他自己也會去尋找另外一片 春天等等 但是如果妳要跟他提分手的話 可能他就會比較鑽牛角尖 那下半年呢 射手座的感情運 比較容易發生變化 所以他是第一名 好啦 那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當然我們這整集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失戀 不希望造成就是說 有什麼人員的傷亡 或是說殘害自己的 這種任何的行為 我希望大家真的 我們所有的方法 或是所有的提醒 都提醒給大家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說妳真的是在失戀 沒關係 每天晚上打開電視機 就會看到開運鑑定團 笑一笑嘛 笑一笑 輕鬆 然後你看看 有這麼慘的人坐在這兒 真的 比妳慘的人都坐在這兒 對…好不好 就是說 失戀的失戀 沒錢的沒錢 被關的被關 婚姻不幸福的都在這兒 我們會讓你們很開心 好不好 看我們的節目就可以了 好 我們今天節目 進行到這邊 謝謝你們的收看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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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